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新闻真的很好笑 我看到我就想起豆豆先生 这个很有趣的喜剧演员 好先读标题给你听 你看这个画 这个画是很厉害的 这个前卫派画家画出来的 前卫我们等一下会教导 那画完这个画之后没怎样 三个都没脸的人 可是这个家伙 这个谁啊 这一个security guard 安检人员或保全 他竟然替他们加眼睛 太可爱了这个人 或者不应该怎么 觉得这件事情是amusing的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可以毁掉艺术品 OK 所以他这里先说了 标题读给你听 Russian painting vandalized by board gallery guard who drew eyes on it 所以俄罗斯的painting vandalized的意思 我这边有先打一下 vandal 就是破坏公务的概念 破坏公务 所以这是不是公务 我说呀是 因为这种painting 你知道在博物馆展览 所以他被vandalized 被谁呢 被一个无聊了的 board gallery guard 不过这个字 我们就不讲他的文法 但你大概知道 有boring跟board 主动跟被动的分别 他是在那边打喝钱的 so he was bored 那他就画了眼睛在上面 who drew eyes on it alright 好然后来我们来看下去 这边有个小标题 所以他的这个 three figures 也就是 那个这幅画 似乎就叫做 three figures 三个形象 三个人这样子 那他被送去修补了 send for restoration 在这个guard doodle on it之后 after guard doodled on it 所以这个doodle就是涂鸦 那他用什么涂鸦 用ballpoint pen ballpoint pen就是我们理解的原子笔 那为什么叫原子笔 据我理解好像是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在核子弹后 就是日本爱了两颗之后 被发明的 那那个时候 因为原子这个字 是大家很夯的挂在嘴巴上的一个字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就要原子笔一直做 一直到现在 他其实 你看这个ballpoint是什么概念 ball不求吗 那point不就是点吗 其实没错 这个笔 那个原子笔前面 你如果去看过他的笔端的话 他是一个很小很小颗的珠子 那你在写的时候 因为珠子滚动 里面的墨水就流出来 所以这样才能够写出东西来 所以其实你就要原子笔 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只是我们习惯就要原子笔了 好第一天上班工作 他就这样子涂鸦了一下 Yeah all right 来我们看一下来 这里先说了一个 A valuable avant-garde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这个 avant-garde 就是前卫的 OK 前卫的 前卫 前卫有几个词可以说 你如果 不过艺术上 他就说 avant-garde 如果你今天说 像我有一次我妈妈跟我爸爸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找个律师 有一件事情需要问一下法律的咨询 就问完之后 然后他就问我了 你妈妈跟你爸爸怎么姓不一样 然后我就说 我们台湾人其实没有一定要冠夫姓 所以我妈妈持续的姓吴 那我爸先记这样子 所以律师听了之后就说 Oh that's progressive 所以他用progressive来描述我们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你把它翻成中文 你或许觉得把它翻译成前卫 你们台湾的想法蛮前卫的 可是你不能说 Oh that's avant-garde 那我不行 这个 avant-garde就是描述艺术种类的 而 progressive 则是那种思想上的 所以我这里也打一下 所以思想上的前卫可能用progressive会比较好 OK progressive 蛮进步的 前卫进步 大家都可以理解 民进党也有批这个字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所以这个进你翻译进步 还蛮OK的 外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特别想讲的一个字 其实是那个 反正他很无聊 他把这里的那个three figures 讲了一下他的这个 多少钱啦 什么时候画出来的啦 那这个就算了 然后他是在 被放在那个叶尔卿的那个什么中心 所以以他为命名就是了 All right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Cool 嗯 诶 怎么没有curator 我要找的是curator这个字 Yeah there we go 好 所以这个展的curator 也就是这个 Ana Rashekina 不太会念他们的名字 说这个painting was vandalized with a Jetsin Center branded pen 所以他们这个 叶尔卿中心 还有 还有这个 他们还有出那个笔 OK 所以我们这个管笔 OK 那他用那个 他那个博物馆 他自己所有的笔 拿来去画的 所以这算是有点讽刺 还怎么 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来讲curator这个字 我特别想讲就是curate 这个动词 其实curate curator你如果去找 那个字典的翻译的话 他可能出现的竟然是馆长之类的 OK 馆长 那馆长不是在讲那个什么 成吉思汉那个馆长 但他也是馆长没错 我们这个讲的馆长是那种 博物馆的馆长 所以curator可能会翻译成 博物馆的馆长 可是我觉得 我不想要把它翻译成那个字 因为curator的工作是curate 什么是curate 好你想想我在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 我是不是每周就要去搜寻一些 这个题目可以做一集 那个题目可以做一集 这个题目可能太硬 这个题目可能太简单 我会去做选择对不对 这个动作就叫做curate curate 我去挑选什么什么 然后来呈现给大家看 That's curating 所以curator的工作就这样 所以你看 图书馆的博物馆的策展人 这个exhibition的curator 所以就他去把这个painting 或者把某一个作 某一个艺术家 他所有的作品收一收收一收 然后弄一个展给大家看 这个动作就跟我刚说 我在做YouTube一样 That's curation OK curate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我们这样子理解这个字 会好一点点 与其于把它理解为 什么博物馆的馆长 当然馆长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大概也是 对不对 Right 好 所以这个听懂就好 那OK 来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句他说了 His motives His motives are still unknown Bu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It was some kind of a lapse insanity 所以他的动机 我们不知道 His motives are still unknown 但是他们的管理方 The administration相信 beliefs 这是某种的lapse insanity 所以这个lapse这个字 他用了sanity这个字你应该可以理解 sanity就是精神正常的状态 So insanity就是疯狂 零来风 零sanity 我上次解释过 所以sanity的lapse 那lapse又是什么呢 lapse lapse就是跑了一段 然后那段你没有 你有点忽略掉了 跳过了一段东西 跳过了一段东西 所以你的精神状态 你的这个神智清醒 没有封掉的状态 突然间跑了一段 然后你没有注意到 所以你那段时间就封的 我后面讲了另外几个词 lapse of judgment lapse of time lapse of memory or lapse of concentration 都有一样的概念 lapse of time 就翻译成时间的流逝掉 lapse of judgment 就是你的判断有一段时间 没有判断正确 lapse of memory 回忆流逝掉想不起来一段 lapse of concentration 一段时间 既然没有注意到 没有专注之类的 lapse of insanity 就是一段时 他就封了 就突然间封一小下 这个或许解释不是很漂亮 但是lapse就这样的意思 让我再多讲一个词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 那个YouTube 或者任何其他影片 我们会看到 缩时摄影这件事情 缩时摄影 不是这个词 对不起 缩时摄影 缩时摄影就是什么 你看就一段一段的时间 把它切断 所以你会看到 萤幕上的东西 都很飞快的 蹲蹲蹲蹲蹲蹲 跳来跳去 有没有 因为你知道 它就把里面 很多的地方去剪掉了 然后它可能是 一小时的影片 我为什么要解释 缩时摄影给你听 你都懂 它是什么 好 总之我们讲它这个词 time lapse video ok time lapse video 这就是缩时摄影 中间很多地方被剪掉了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很没有连接起来的 non continuous的一个 各种动作 总之一个小时 缩时五分钟 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lapse of time 大概这样可以理解 好酷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用中文 解释英文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好像 我把我想讲完的也讲的差不多了 但总之 我们今天大概就讲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像例如说刚刚的vandal这个词 破坏公武 vandalize vandal avant-garde 前卫 progressive是思想上的 avant-garde 大概讲的是艺术方面的 ok ballpoint pen 那个叫什么 滚珠笔 圆珠笔 我们讲的原子笔 doodle 涂鸦 curator curate curate这个词 尖挑细选 弄出一个collection curate ok lapse lapse in something lapse in sanity lapse of something lapse of judgment lapse of time lapse of memory lapse of concentration 集中不同的lapse 缩时摄影 time-lapse video 好 今天这篇有点短 但我觉得ok的 short and sweet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 你会给你带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